花莲市立幼儿园最后一场母亲节活动 是中四班的全班线上与妈妈们来一场爱的空中约会 因为疫情不能到场的妈妈们都能收到孩子们的祝福 时间一到妈妈们陆续上线 孩子们看到妈妈出现在荧幕上都相当兴奋 大部分家长上线之后 荧幕开始播放妈妈怀胎还有小朋友出生的照片 和妈妈孩子一起来线上回味 接着老师也问小朋友在家里会帮妈妈做什么事 小朋友们都抢着回答 而妈妈们对于孩子在家表现都打了五颗心 妈妈妈分析完了 妈妈会很感动 有啊 妈妈有没有想要对童童说什么话 现在又长大了 还有吗 就是可以更快一点 更快一点 的满意度 五颗心 五颗心 是主动还是被动还是拖拖拉拉 主动 很好哦 给她的服务 五颗心 五颗心 大家都五颗心耶 超级厉害的 那妈妈不要来说一下感想 呃 希望她可以 叫她的时候动作快一点 不过 小小妈妈爱你 爱你的抱抱几颗心 五颗心 也是五颗心哦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人说的 爱你哦 这次学校还安排了一个大欣喜 老师们事前和爸爸们串通好 跟孩子一起入境 录制了一段祝福 感谢妈妈平常的辛苦 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爱你 老婆辛苦了 母亲节快乐 妈妈辛苦了 母亲节快乐 祝你 祝你 快点 妈妈 母亲节快乐 好了 爱不爱妈妈 爱你 不要 妈妈 母亲节快乐 妈妈辛苦了 欧米妈 祝你身体健康 我和欧米 祝你 母亲节快乐 妈妈平常凶不凶 一点点凶 妈妈平常可不可怕 一点点凶不可怕 但是我最爱的 爱的妈妈 要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 这场爱的空中约会 让妈妈们都好惊喜 直说真的好感动 借鲁慧欢师报导